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国产僵尸大战西方吸血鬼的电影《天师归来》 本片由钱小豪领衔主演,算是给广大港片爱好者一个回馈 重温毛山道士带给我们的感动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吧 故事发生在清朝时期 在一片叫龙虎山的树林里,一位毛山道士正在赶尸 而这些僵尸都是他的师叔伯级别 这时他看到天空中有几只妖孽作祟 担心会干扰到山洞里的白鬼安宁 于是立即赶回山洞 果不其然,在这里看到了三个外国吸血鬼 正对一男子图谋不轨 在这其中,领头的是一名叫做珍妮花的女吸血鬼 而那名白衣男子叫做汤马士 原来两人本是一对情侣 可在结婚仪式上 汤马士发现他是吸血鬼 被咬了一口后跑了出来 双方一言不合就开打 毛山道士凭借记高一筹 打得吸血鬼节节败退 未料,珍妮花撞破了白鬼封印 导致怨魂倾体实力大增 毛山道士不是对手 只好用尽自己的毕生法力 使出一招冰封大法 成功将吸血鬼冻成了冰雕 时间转眼到了现代 作为毛山道士的传人张长弓 虽然一心秉承先祖一命 降妖伏魔 但现代社会 妖魔不见了踪影 空有一身技术 却无处施展 没事的时候 他就偷偷将几位师叔伯请出来 为他们更换灵符 化解戾气 或者用手机开直播 讲解毛山法术和如何对付僵尸 还别说 他已经在平台上积累起了5000个粉丝 然而 对于老封建一套 女儿小倩嗤之以鼻 因为他不相信 世间有妖魔 还认为父亲是个神经病 这天 作为考古的一员 小倩和同事小胖 接到一个任务 考古队在龙虎山 发现一个洞穴 上级只派二人前去考察 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一个山洞 里面到处贴着灵符 而且 这里还有四个被冻成冰雕的古尸 对于这个重大发现 考古队直接将古尸带回了实验室 打算解剖研究 张长弓从新闻上得知了这个消息 立即赶到了实验室 他告诉这里的领导 这四具古尸 其实是吸血鬼 必须赶快火化 否则 等他们解冻 后果不堪设想 小倩眼看父亲又在火言乱语 赶紧将他带出了实验室 夜晚 小胖独自一个人值班 打算先从汤马士开始研究 结果 对方醒了过来 把小胖的小心脏 吓得可不惊 这时 小倩前来替班 也看见了这恐怖的一幕 两人试图抓住他 可还是被对方逃出了实验室 逃出来的汤马士 被周围的环境吓坏了 街上到处都是及时的怪物 而女孩们的着装太伤风化 这时 他感到有些饥饿 用手上的戒指 换了一杯西瓜汁 刚喝了一口 肚子剧痛起来 原来 他已经变成了半人半吸血鬼 这时 他看见一个胖妹路过 立即追了上去 胖妹眼看汤马士有些姿色 便主动和他亲亲吻吻 但汤马士很纯洁 只想吸他的血 幸运的是 小倩和小胖及时赶到 才没有酿成悲剧 也许是喝了西瓜汁的缘故 没跑几步的汤马士 就被小倩抓住 并带回了家 看到吸血鬼现世 张长弓的毛山倒数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坚决要将他消灭 小倩及时赶到 声称汤马士还处于变异期 杀了他 就是滥杀无辜 张长弓为他检查了伤口 发现他还是半人半师 于是拿来了特制的湿毒胶囊 只要喝水服下 保证药道病除 为此两人给他清理了辫子 还为他准备了房间 就这样 汤马士被收留了下来 夜晚 实验室本来没什么异常 可半夜时分突然停电 随着冷冻设备的停止运行 气温逐渐回升 三个吸血鬼开始解冻 当小胖回到实验室时 冰块全部化成了水 而灵符也掉在了地上 小胖第一时间 给张长弓打去了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 挂断电话 小胖将灵符从地上捡起来 重新贴在了吸血鬼的额头上 但这些吸血鬼法力高强 灵符只能维持一会儿时间 就在小胖准备用打印机 复印灵符时 三只吸血鬼全部复活 千军一发之际 张长弓带着巨大桃木剑杆刀 施加法力后 就像一挺无敌的机关枪 三只吸血鬼还未恢复实力 只好选择暂时撤退 他们来到了酒吧 吸了数人的血后 实力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 如今 珍妮花建议先找到汤马士 然后逃离这个不祥之地 与此同时 由于适度胶囊的副作用 让汤马士痛苦万分 他为了压制嗜血的欲望 还学起了狼叫 小倩听到声音赶来 鼓励他一定要挺住 汤马士内心无比纠结 他想做一个油血油肉的普通人 而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吸血鬼 听着对方的肺腹之言 小倩心跳加剧 两人就像王八看绿豆 一下子看对了眼 这时 张长公和小胖赶了回来 才打断两人的好事 第二天 酒吧那批被吸血鬼咬伤的人 产生了变异 还上了新闻频道 张长公立即让人送去 尸毒胶囊 他没有让他们变成吸血鬼 接下来 珍妮花一定会来找汤马士 为了不伤及无辜 他决定跟珍妮花回法国 但小倩此时已经爱上了他 立马否决了这个提议 夜晚张长公让小胖 在四周撒上外国人喜欢喝的红酒 再在院子里布下天罗地网 到时候 只要珍妮花赶来 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很快 凭借着吸血鬼的灵敏嗅觉 三只吸血鬼找到了这里 诡异的是 对方拿出了小提琴和吉他 站在房梁上 唱了一首汤马士最爱的歌 悠扬的歌声 冻穿天际 让汤马士回想起了那段幸福时光 如果珍妮花不是吸血鬼 也许他们会成为一堆令人羡慕的夫妻 可世事难料 两人注定不是同一路人 珍妮花还未死心 她劝说汤马士跟自己回法国 做一对恩爱夫妻 从这里可以看出 珍妮花依旧深爱着她 但汤马士是个渣男 转眼就爱上了小倩 还让珍妮花死了这条心 眼看劝说无效 珍妮花用魅惑之术 直接控制了汤马士的心智 小倩不忍心 心爱的人被夺走 祈求父亲救救汤马士 她看着可怜的女儿 决定还是出手相助 但融合白鬼冤魂的珍妮花 变强了许多 显然不是她的对手 无奈之下 她只好搬来了救兵 请来的那些师叔师伯 还别说 用铃铛控制僵尸 攻击吸血鬼 立马就扭转了战局 但珍妮花也看出了端倪 立即用法术摧毁了张长弓手中的铃铛 没有了铃铛 僵尸失去控制 他们见人就要 其他人还好 可汤马士手无腹肌之力 眼看即将被僵尸咬死时 珍妮花为了救她 被一只僵尸刺上了腹部 最后所有僵尸都被日服 但重伤的珍妮花 死在了汤马士的怀中 唉 自古多情都难受 何必长情走一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